今天東北季風稍微增強 除了東半部有局部短暫雨之外 北部降雨機率會再提高 局部地區也會有短暫降雨 中南部維持多元道勤 但還好只影響一天 雨室在入夜之後就會遲緩下來 今天要注意的還有空氣品質 中部以南因為位在下風處 所以擴散條件恰 這個雲林以南到屏東這邊 空氣品質都不太好 氣象小丁你要帶你來關注週末的天氣 在明天星期六東北季風減弱 北台灣氣溫回升 迎風面降雨會逐漸減少 上下基隆北海岸 東半部以及大台北山區 會有局部短暫雨 到星期天天氣會變得比較穩定 溫暖舒適 只是下週一下半天又要變天了 冷空氣暴到 下週三四在北部低溫下探12度 一起來關心溫度 基隆台北新北偶爾會有短暫雨 溫度是19度到20度 桃園新竹苗栗多雲游雨 溫度是18度到21度 海中彰化南投雲量比較多 溫度是21度到27度 雲林嘉義台南晴石多雲 溫度是23度到26度 高雄屏東天氣穩定 溫度是26度到29度 至於在東半部降雨距離在30%到70% 最高溫在台東有27度 外島的部分偶爾會下雨 澎湖天氣比較穩定 溫度是12度到24度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